浪姐,舞台上的贾静雯刻苦,自信且美丽,但在采访环节,她忽然罕见地谈起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,以及那段难以启齿的夺女往事。如今,即将奔入50岁的她,虽然早已见惯大风大浪,却依然会在提起悲伤往事时泪眼婆娑。 作为初代冲击豪门的女星之一,贾静雯用了13年洗白自己,如今的她,已经成为励志且魅力无穷的新女性代表。 而这一切的背后,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呢?贾静雯出生于台北一个富商之家,其祖父早年经营一家名叫天津卫的餐厅,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,但绝对算中产以上的背景。 这家餐厅很有名气,甚至一度吸引过不少明星慕名而来。贾静雯是家中长女,下边还有一个弟弟名叫贾彭里,他后来也曾以魏司里的一名进军娱乐圈,但事业始终不温不火。 姐弟俩在优渥的家境中长大,贾静雯自小也生得没清目秀,读初中便被星探发掘,邀请他去拍广告。 拍完这支八宝洲广告之后,他又陆续拍了不少其他广告,还主持过儿童节目《神仙指头》,因为有了表演经验。 贾静雯还曾在华岗一校读过两年书,期间拍摄了电视剧作品《佳佳福》,转眼到了读大学的阶段,因为贾父要到天津做生意,于是便带着女儿一起到内地发展。 贾静雯也因此考入了北颖和徐静磊、刘灵、刘兹等人成为同学。 不过,人生没有一帆风顺,他正在读书阶段,父亲忽然被查出患癌,事业也因此陷入瓶颈。 无奈之下,贾静雯终止了学业,回到台湾。 1994年,他开始疯狂接戏,陆续演了《四千金》、《水晶花》等作品,赚钱替付还债。 积累了一定的人气之后,本以为贾静雯的事业会因此再上新台阶,但他却陷入了一场绯闻事件。 当时,24岁的他,因为拍摄《法医奇案》,结识了比自己大四岁的男演员黄建群。 男方当时已经与女模特王柏鱼结婚了,且其妻已经怀孕,但另一边贾静雯却被媒体拍到和黄建群出入酒店。 此消息一出,王柏鱼大发雷霆,第二天便气到小产。 虽然日后事件的男女主角均未出面正式回应,但黄建群随即便被媒体扒出,一直在给贾静雯充电话费,之后还对记者承认,的我道德确实有缺失。 一句话,侧面证实了这段关系确实曾经存在。 如此一来,事业正在冉冉上升的贾静雯陷入了巨大的漩涡之中,口碑一落千丈。 更令人吃惊的是,黄建群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,曾一度向贾静雯泼脏水,还主动爆料了他与马景涛曾有恋情,而当时马景涛也有女友。 贾静雯与马景涛相识于1998年,两人一起合作了电视剧《明天有你》,私下关系很好。 而这段绯闻也并没有什么证据,只是多年后南方当时的女友余丽出面盖章,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最恨男人包鸭奶,也被外界理解为内涵贾静雯。 除此之外,贾静雯还有一个大老义父吴敦,日后被外界誉为是他走红大路的重要推手。 吴敦有黑道背景,之前还深悲命案,出优后开始进军影视行业,投资过《旋风孝子》等爆款作品。 在贾静雯主演的《飞龙在天》《尾牙宴》上,两人相识,吴敦一眼便相中了他,于是一拍即合,一口气便签了六部戏。 那之后,贾静雯的资源确实逆天,并且强势进军内鱼市场,陆续参演了《大汉天子》、《倚天屠龙记》等作品,还获得了《虎扑网第一女神》的称号。 不过虽然外界吴敦自称是贾静雯的义父,但媒体却对两人的关系有诸多猜测,甚至还传出南方掏五千万包养他的《飞文》。 这段《飞文》一直传到2004年前后,当时的贾静雯是真的红,不过,他头顶的抬具八点当女王和《飞文女王》的双标签,显然形成了割裂般的对比。 2004年,30岁的贾静雯遇到了第一任丈夫孙志浩,在孙志浩舅舅的介绍下,两人很快就走到了一起。 但此时的贾静雯并不知道,这个人此前还追求过林心如,而且是林心如避之不及的存在。 交往不久之后,贾静雯便怀有身孕,但她却没能马上嫁入豪门,因为当时她的准婆婆要求必须先进行亲子鉴定,确认是孙家血脉之后,两人才能正式举办婚礼。 此外,好不容易结婚了。当外界都认为贾静雯已经在享受豪门生活时,贾静雯却面临着情感危机,孙志浩本性难移,天生爱玩的她。 甚至在贾静雯怀孕期间仍然在外沾花惹草,时常流连夜店,花边新闻不断。 最后,不堪其扰的贾静雯终于向法院递交了离婚协议。 而且,两人的离婚过程,足可以用好戏一场来形容,离婚官司不仅从美国打到台湾,时间更是长达三年之久。 孙志浩还曾要求法院分割贾静雯拍戏所得的2600万,并要争夺女儿的抚养权,同时也追回结婚的聘礼,以及价值100多万的钻戒。 直到2009年年底,贾静雯才彻底从孙志浩的魔爪中解脱出来,结束了纠缠四年的婚姻。 这段长达四年多的婚姻生活,消耗了她的五年青春,当她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时,不仅面容憔悴,而且精神违离,不禁让人感叹万千,曾经的女神竟然沦落至此。 而与前夫孙志浩离婚后,她也成功洗白成了可怜的单亲妈妈,更是在之后的亲子综艺里树立了好妈妈的形象,对于以前种种过往也无人再提。 时间来到2014年,贾静雯的情感生活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转机。 她经过朋友介绍,认识了小九岁的修杰凯,在对方的猛烈追求之下,她很快就沦陷了。 而后两人火速领证,生了两个可爱的女儿。 2018年,两人在巴厘岛补办了一场世纪婚礼。 而贾静雯在收获美满爱情的同时,事业上也重新步入正轨。 2019年的时候,她凭借着我们与恶的距离,成功跻身事后的宝座。 之后在大女儿的毕业典礼上,她与前夫孙志浩也是兵士前贤,一切都在往圆满的方向发展着。 但好景不长,贾静雯又被传出沦为生子机器的消息。 前段时间,在小S的新节目上,邀请了修杰凯做嘉宾。 两位已婚已遇人士除了工作外,还谈到了彼此的家庭和孩子。 节目里,小S询问修杰凯,生三个孩子是否是她想要的时,修杰凯没有转移话题,而是直白回答道,如果可以,其实是还想再要。 修杰凯的回答,让已是三孩母亲的小S,都倍感震惊。 为了确定对方的想法,她再次确认了一遍。 但修杰凯,仍旧很肯定地告诉小S,我很喜欢孩子。 而这段对话已经播出,关于修杰凯催生,又一对恩爱夫妇崩了等相关话题,在网络上迅速引起热议。 熟悉贾静雯的人都知道,47岁的她,不算年轻了,也已经生了三个孩子。 但网友猜测,因为每一个都是女孩,所以修杰凯这是想求子。 如修杰凯所说,贾静雯很喜欢孩子,这点毋庸置疑,但喜欢孩子的她,会喜欢生孩子吗? 结婚四年,坊间一直在传,贾静雯会为修杰凯拼生四胎。 但很显然,贾静雯本人并不这么想。 在很多公开场合,公开采访里,她都曾多次表态,自己不会再生孩子了。 在她的三个孩子中,最小的两个已经上学,而她本人也回归娱乐圈,成功重启事业。 凭借主演的电视剧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斩获了第五十四届金钟奖式后,还曾因在电影《瀑布》中饰演母亲罗品文一角,再次夺得影后桂冠。 相比很多到了一定年纪,又或者是产后无戏可拍的同龄,同处境女演员,贾静雯的付出之路,可以说,走得十分漂亮。 因此,事业第二春灿烂如她,完全没有必要为了生孩子,再一次经历高龄生孩子的痛苦与风险。 相信,每一个真心喜欢,且欣赏贾静雯的人,都会觉得没必要。 而且,也的确有诸多网友表示支持贾静雯不生,其实抛开求子这个想法的话,贾静雯,生下三个女儿,已经是一位伟大的妈妈了。 再加上她,勇于开拓事业,减少家庭的负担,作为女性,已经做到了最好。 只希望,修杰凯能多站在老婆的角度去考虑,不要因为一己私欲就让贾静雯再次承受生子的苦痛,做一个尊重老婆想法的好丈夫。 请订阅,cía专门人意思儿ах